19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将高兴市民为在华林市上之路的 木造铁皮屋全部的烧毁 施工所得知消息后 连夜安排收容安置的作业 而20号的上午,市长魏嘉贤 也特别到现场探视火灾的受灾户 并且受上急难救助金 让他们能够购买日常生活用品 来因应生活所需 华林市长魏嘉贤在20号上午 协同社劳客长萧直卫 前往上之路关切在19号凌晨大火中 首到波及的高兴市民 他们除了表达慰问之外 同时也送上急难救助金 高兴市民表示 由于在事发当时的火势相当猛烈 自己和家人的证件都已经被烧毁 市长也指示社劳客协助 收灾户与相关单位协调 以最快速度办理后续申请问题 虽然抢救完了以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老旧的房子 毕竟经不起大火的焚烧 那我们看到整个房屋也是残坡不堪 那我们现在也是紧急的来做相关的一个慰问 那在大火的当下 我们也启动了一个救助的一个机制 我们是劳客的同仁也协助这些住户来做一个安签 还有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 那接着就是后续要复建的部分 那我们会协请我们相关的一个几个协助我们 长期协助我们的一个社会府团体 来协助这些民众来做后续的一个房屋的重建跟整建 那在此我们欢迎施工所也会积极的来协助我们所有的民众 来度过这一次的一个火灾过后的一个状况 一场无情大火烧毁一家人的避风港 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满屋子被烧得较黑 供气中还飘散着燃烧灰烬 后连近月来发生多起火灾意外事件 也让消防人员疲于奔命 市长回家先特别提醒大家 出门或是睡觉之前 务必要检查电气用品或是火炉是否关闭 最近因为天气炎热 电扇及冷气使用频率也是相当高 用户要注意电气是否良好 以免造成憾事发生 记者徐立琴 花链市报导 感谢观看